0比0 陈宇菲是选择了揭发 比赛率先开始 和平交发球 虽然双方球员都很熟悉了 但是他们依然还是要通过几拍 后场高远球 这个球反得好啊 陈宇菲现在杀球的力量非常足 挡网失误 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体能训练 特别是从身形上来看的 和平交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但是实际的比赛效果来看的 陈宇菲也是在体能方面有很大的改变 往往能够 因为这个光环 帮他跨越一些心理上面的障碍 这个球是运气球 球的魅力就在于 它的一个变速 因为这个球本身呢是 物质的这个球的速度啊 在空中所受到的阻力是变化非常大的 在杀球的瞬间下 对于运动员来说呢 他要去掌握这个球的 弧度 还有轨迹 够一组平球挡得相当的精彩 看两人的球感谁更好 把球拉起来平高球 下压一拍 往前小球 远往勾对角 消耗还是很大的 比赛开始才打了 这么短的时间啊 这个陈宇菲呢 已经是汗流满面了 这一场比赛 这两个人的步伐 穿针引线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职业生涯当中的履历 所以今天和平江呢 势必会对陈宇菲呢 来全力以赴的冲击 试图完成在奥运会 半决赛当中失利的 这个甜蜜复仇 所以两个人呢 确实是多拍很多 一个过程 是比较要求高的 也不想呢 通过就是那种 很盲目的击打 来获得分数 主要还是以限制底线为主 党网还是限制底线 头顶位 陈宇菲党网前 你看这个就是和平江的抢 现在比分 本身两名球员呢 都是中国队呢 派往东京奥运会的 这个女单的 代表球员 也代表着最高的水平 实力不分伯仲 停车档之后的 一板抢网的过渡变化 抢搓一拍 还是限制底线 哎呦 球没有过往 晚拍勾对角 陈宇菲 和平江的勾对角 放网 搓一拍 和平江假动作推后场 头顶滑板对角 放网 假动作放网 要一拍 太着急 哎 界内啊 确实是 这个压在了 现在 机会跑 把球 这个球判断的 还是比较准确的 软放一拍 都是一个漫长的多拍 终关前面的 十二届的 十三届的 这个羽毛球 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获得单打冠军的 都是那一时代 因为全英会 是四年一届 那一时代 在国家队领衔的人物 好 平抽的 辰宇飞假动作抹了一拍 当中还没有人能够未免成功 辰宇飞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差一场比赛 今天她的对手是目前在国内真的是 又着急了 相当漂亮的中杀 勾对角 半场机会 她是出界了 抢放一拍 还是拉起来 陈宇飞的突击 杀直线快抽一拍 陈宇飞的回放 又是一个反拍于悦就球 勾对角 脚下还很快的 点杀一拍 挑起来 放网 多拍的回合 陈宇飞抢错一拍 都很有耐心啊 滑板 劈掉对角 这边是抽掉 精彩 哎呀 可惜了 之后第二级的比赛开始 国际级的比赛 然后呢 14年是南京青奥会的女单冠军 在2016年两个像这个 王世贤 王一涵 他们这个接连退役 李雪瑞受伤 中国女单军 她是获得了2019年 全英和瑞士两战 非常重要的这个冠军 也是19年苏碑冠军队的主力成员 风清云淡 从容无破 关键时候呢 让和平交 就是在比分上面的一个 有领先到落后的这种变化 产生了心理上面的一个影响 三比三 一路牌 thrift 帅 快 快 走 快 出去 来 去 来 来 我怎麼看到 这个球戳的质量真高 这么高的戳球还能够这么好的限制底线 陈宇飞的基本功也是了得 转放一拍 打掉结合 想求的飞行的轨迹 和冰交双脚起跳 那战胜的是福建的小将谭宁 两局的比分还是比较悬殊 21比14和21比7 其实谭宁和和冰交的打法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 但是呢和冰交的这个球的重量 还有呢整体的这个比赛的战术意识 会更强 陈宇飞太有耐心了 这所学校的校园非常的美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校区是个新校区 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 哎呦 这球就得真好 哎呀 哎呦 太凶了 杀上网 陈雨菲的抢网 哎呦 可惜 我靠这个平膏球来控制就出现失误 我靠下了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名 Name 开始 中文代理 让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圆网的回钩 圆网的这个回放 出现了分叉上面的落后 再往回追就比较困难 这个揭发假动作拐得太大了 戴姿颖夺得了冠军 中国台北的戴姿颖也是羽毛球领域当中的职业生涯 还有他整个的心态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准飞调球强往 倒一拍把球拉起来 转放一拍 陈宇泽还是拉对角线 又是一个长多拍 板长 哎呀 挡网 弹底线 界内 非常接近他的顶尖的水平 好球 袁宇泽 响 挡网 丁 丁 六 够延续她职业生涯的辉煌 开启一个属于她的全新时代 拿到了 其实陈雨菲的大吼 庆祝自己成为了 全运会历史上 第一个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当中 未免成功的球员 这场比赛却是打得 非常的有章法 让我们恭喜陈雨菲奥运冠军